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耳裡耳一 11月14號下午快3點 今天看到這個社群有人在討論U本位跟B本位 當時我也是看到介紹 不知道什麼是U本位跟B本位 我第一次玩這個算是U本位的遊戲 就是他遊戲內的販售價格會上上下下的浮動 那我們來看這一款賽博之龍 這一款的話最近這BNX真的是漲翻天 那BNX現在好像漲到了180嗎 我記得我那時候看是120 然後那時候掉到90的時候我還有加碼 還好我有加碼 現在200 200 所以說BNX的話我覺得他是必本位的遊戲 因為你看 他的角色抽卡永遠是1BNX 但是呢 我 我現在進場 跟 第一批玩家進場的這個BNX價值就是天差地 因為如果說你看 假設我們講的比較浮誇一點 假設這個時候進場 我3美金 我就可以抽一隻英雄 1BNX 那我現在 我要200美金才能抽一個 所以這是幣本位 以幣為主 所以說大家 我覺得大家應該會比較喜歡幣本位 我自己也是 因為你希望說你在裡面賺的錢 像這個日常掛網 他的錢都是固定的 譬如說兼職工作 一個人一天就是288 所以說你看 我這個金幣的數量大家都是一模一樣 不會隨著這個BNX的幣格 上上下下而有浮動 那幣本位的話就是獲利比較穩定 像 這時候蛋 我記得我當時買一顆蛋是250 然後現在已經掉到122 那但是呢並不是說這個幣價有波動 而是說 抱歉 是幣價是有波動 但是說不是說幣價跌 而是幣價漲 你看 我記得我當時那時候買一顆蛋 我記得 40美金左右吧 那我剛剛乘一下 也差不多是38美金 也就是說 比如說這款Coin to Fish 不論你是現在玩 又或者是 你是第一批玩的玩家 你們進場投入的那個資源是 算是比較平等的 不會說我是 創始會員 我竟然玩的時候一顆蛋 價值是 可能我用5美金我就可以買一顆蛋 然後呢現在因為幣漲了 所以說你要花40塊買 那應該是說什麼時候時間進場 這個蛋的價格都是差不多的 因為這個 珊瑚會上上下下動嘛 那當時我記得這個釣竿啊也要3個珊瑚吧現在已經 釣到1.465已經快要除了一倍 那同時呢他的獲利也會隨著 也會隨著幣價調整 譬如說 譬如說這個四星的魚 當時我最早的影片啊 一個四星的魚他的那個收入是4珊瑚多現在已經釣到1.922 但是他並不是釣了他是因為說這個 幣本身的這個價值漲 所以U本位的話他就是獲利比較穩定如果說有一天 有一天這個這個價值崩盤了他突然往下崩 崩了5倍 崩了5倍 那你遊戲中你獲得的這個珊瑚量他也會乘以5倍 所以說就是這個樣子你獲得的獲利是比較 比較穩定的 那不會因為說這個幣價 上上下下會影響你的獲利 所以這個就是 看你喜歡哪一種 但是我覺得一般玩家可能會比較喜歡這一種 像BNX啊我現在抽一次的話呢 我要花200美金我才可以買一個BNX 那這個在遊戲中打到BNX的話當然是賺到 那如果說有一天這個幣價他跌了100倍好了 變成2美金 那這樣他這邊還是1BNX 可是變成說你只要花2美金你就可以抽一次 所以 這個幣本位的話他的波動就是隨著這個幣的這個價值 而去改變 那如果說是U本位的話呢 我不論這個幣的波動是如何呢 我在遊戲中賺到的獲利都還是會是 維持一定的這個百分比 所以這個就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買台積電 那這個的話就是 會波動比較大的這個電子股 那講到Coin to Fish 其實我覺得他 玩起來還真的蠻累的喔 因為你大概8小時你就要餵一次 然後如果說你在外面的話呢 他的這個釣魚機制還不好釣 因為他那個上上下下 我們再隨便買一個釣 買兩個釣剛好 因為他那個上上下下 其實我在外面我用手機喔 我用手機不大好操作我是可以用手機遠端操控電腦啦 但是這個實在是 你要去點嘛對不對 點住 點住他往上飄然後你要 讓他在這個魚骨頭 罩住這個魚骨頭那魚骨頭也會亂飄 所以你看我用滑鼠就已經點得那麼難過了 如果說我在外面的話反而會更不好 不好按喔 所以這款遊戲的話我覺得 還蠻花時間的但是你可以知道說就是穩定慢慢獲得一些獲利吧 那回收期的話我覺得如果是一星魚的話那時候計算 大概要三個月那如果是四星的話是一個月 那可是他又不是像那個什麼 像那個 賽博之龍一樣那麼無腦每天就是掛在這個地方 掛在這個地方挖礦就好他要一直一直去餵魚喔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蠻辛苦的遊戲 那不過呢他的幣真的是一直長一直長一直長在這個地方 一路上來 所以說呢我後來呢我也買了一些現貨 他的幣真的是一直在長 哇 這邊砸了一個7000塊 那不管怎麼樣呢他的幣 就是雖然說我玩U本位的遊戲呢 他的幣的獲利可能是跟幣沒有什麼關係 小朋友在場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看我的這個小狐狸 我的小狐狸這個地方呢我還是有買一些現貨 我大概買了1000 1500左右的這個這個現貨 1500U的現貨 我放著不動 那我也沒有打算在這個地方把他換進去 你看 我在這個地方我有4907 可是我不想要把他換到珊瑚去 因為我換進去之後呢我再提出來就會有手續費 那這手續費呢現在是60%非常多 那這個就是你每過 一天他就會下降5% 然後最低到了第14天就會只剩下5% 所以我現在我並沒有想要把這個珊瑚換進去了 因為呢我想說這個 這款遊戲的話雖然說他的獲利是一致的但是 他的幣價一直在漲 讓我覺得是說那我也買一些現貨放著賭 賭他幣上漲 那雖然說幣上漲呢對我遊戲中的這個 經濟獲利來說是不便的但是至少 我手上可以去買一些這個遊戲幣 等到幣漲之後呢或許這個遊戲幣我也可以期待他翻倍 像那個賽博之龍 他從3塊美金2塊美金後漲到200塊美金100倍 那這款遊戲不要多10倍的話那也算是很爽 所以說只要這個遊戲能夠持續的 持續的火紅持續的更新 因為之後還會再增加 什麼魚交配啊然後升PVP 反正遊戲就這個樣子嘛要嘛就是 合成要嘛就是PVP戰鬥 那這樣子呢只要這個遊戲可以穩定的發展推廣下去的我想這個幣也會跟著漲 那幣跟著漲呢所以說遊戲的經濟不會不動但是至少我買一個現貨 這樣子我兩邊都可以期待這樣子 好那所以說以上就是 這個今天的這個影片 然後順便再提一下 應該說是在推廣一下如果說在這個地方要買 魚的話 請輸入建議遠征AFK Arena 那這樣子的話你的單價就會下降 這樣子 OK好那影片就到這邊謝謝大家觀看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 召喚 好